好,大家早上,Online的電影姐妹早上 我們今天來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 我們先將分段 第一節到第十節是一段 十一節到二十七節 然後二十八節到尾 昨天經文說到耶穌說 有千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更難 這樣誰可以得救呢? 耶穌說,再人不能,再神凡事都能 但是今天一開始,又有一個才主出場 這個才主就很不一樣 如果我們是荷里活導演的話 這兩個角色下來的時候應該挺有趣的 即是你會選角的時候 你會選哪些人來飾演這兩個角色呢? 前面那個悠悠愁愁,跟不上的少年觀 可能你會找一些高大帥仔 即是尼奧拉多迪卡皮歐那些 現在這個才主出場又是一個什麼形象呢? 我們看一到十節 耶穌盡了耶利哥 耶利哥被稱為賊城 是一個這樣的地方 耶穌盡了耶利哥正經過的時候 有一個人名叫薩蓋 是作稅利長,是個才主 他要看耶穌是怎樣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見就跑到前頭爬上桑樹 要看耶穌,因為耶穌必從哪裏經過 耶穌盡了哪裏抬頭一看對他說 薩蓋快下來,今天我必住在你家裡 他就急往下來,歡歡喜喜地接待耶穌 眾人看見都私下意論說 他警道罪人家裡去住宿 薩蓋暫著對主說 主呀,我把所有的一半級窮人 我若鵝詐了誰,就還他四倍 耶穌說,今天救恩道了者家 因為他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人子來為要尋找請教失所 阿伯拉罕的人 這個薩蓋造型 造型真的非常鮮明 首先他是什麼人呢? 他叫薩蓋 他是作帥利長 我們之前都說過 帥利已經不得了 帥利已經很肥缺 要投標,標回來 他是帥利長 帥利長是什麼意思呢? 他已經是一個集團的主席 這個叫收帥集團 收帥集團的帥利長 他下面起碼都有兩三個稅利幫他收稅 他就在上面再收一層 commission 或者什麼 然後部分交給海薩 絕大部分都放他自己的袋子 所以呢 他真是大財主 因為稅利已經收入很可觀 他還要是稅利長 這個稅利長呢 做得稅利長一定很貪錢 如果不貪錢 就不會做稅利長 因為稅利這一行真的很有趣 這個稅利長就更加 他們是有錢,但沒有社會地位 他有錢,但不被人尊重 就是國家老鼠的 每個人都看到他 街頭看到他的街尾 就轉著面子走 要不然又被他捉住交稅 所以他應該沒有什麼朋友 再加上就是 你這樣去搜刮人民的錢 就交給羅馬政府 然後還要多收 就落自己的袋子 所以這個職業 是很被人掩護的 那些人很討厭 在以色列人眼中 跟漢奸沒什麼分別 現代版的漢奸 招搖過市 這個就是稅利長 他要想看看耶穌 他是一個財主 當然是財主 這樣收法還不是財主 他想看看耶穌 但身量又矮 這個就有趣了 這個大財主 錢就多了 朋友沒什麼 社會地位沒什麼 但是還要是個矮仔 究竟矮成怎樣 就不知道 大家可以發揮一些 自己的想像空間 總之他矮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想看看耶穌 看不到 耶穌一來的時候 很多人圍著耶穌 前前後後 很多人 這個矮仔可能很卡通 在這裡跳一下跳 跳結果也看不到 連頭殼頂也看不到 那怎麼辦 不過中國人也說 矮仔有個好處 矮仔有多計 於是跳來跳都看不到 哎呀 耶穌在走這條路 於是他轉身就走 走走走走走走 就走前一段路 可能 這條路一定會走過哪裏 他就多計 走前一點 爬上一棵桑樹上面 啊 還不看到 你想想 這個場面是怎樣的呢 這個矮仔的大冬瓜 就走到前面 爬上一棵樹上面 他既然是一個碎梨掌 可能都是新光頸又漂亮 一身名牌 然後矮仔地爬上一棵樹上面 這個人 他叫薩蓋 我想應該全城都有名了 耶穌也認識他的 是吧 當他爬上樹的時候 高人一等 高人一等 可以看到耶穌 耶穌也不用問 又不用人介紹 是吧 耶穌在這棵樹上面 一看到他 就叫出他的名字 殺我 快點下來 今晚我住你家 所以你想想 這個真是一個名人 當然 他不方是美名 他應該是臭名軟波 整個耶利哥的人都認識他 所以耶穌也不用人介紹 就是全城當中 還有哪個新光頸漂亮的 矮冬瓜 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他 不知道 即是說不定 如果要飾演他的造型 我突然想起 有個演員也挺適合 可能找八兩金演他 也挺唯朝唯妙的 那條金鏈 即是來九條街 一看到就知道 還不是殺該 所以耶穌一看到他 就已經說 殺該 快點下來 今晚我要去你家住 然後 這個殺該 就歡歡喜喜地 接待耶穌 哇 這次真是開心得 好像中了樂合彩頭獎一樣 從來沒有人說 要去殺該家住 每個聽到殺該的名字 不退後兩步 掉頭走 都已經是最給面的人 這個耶穌 夫子 即是萬人擁大 的耶穌 竟然要來寒舍 那裡作客 住我的家 還要是他指名道姓 殺該 我今晚就住你家 所以這個殺該 開心得 好像中了樂合彩一樣 所以他就歡歡喜喜地 去接待耶穌 眾人看見都私下議論 為什麼會私下議論 因為這個舉動實在太驚人了 即是平時你和那些罪人 淋在一堆都算了 喂 今次是殺該沒有邀請你 是你自己主動說要去 還有就是 罪人當中 殺該應該都是No.1 在這座城裡 即是 即是怎樣 喂耶穌 你一來到就好像說 我今天要和這個 頭號通緝犯做朋友 哇 什麼事啊 那是聖經老師來 因為當時他們叫耶穌做夫子的意思 即是聖經老師 即是大家都會認為 這是一個道德標準非常高的人 萬人景仰的 為什麼你會去你這個殺該的家 有沒有聽錯 可能所有人都呆了 想瞭瞭的耳朵 有沒有聽清楚 竟然去這個罪人家住宿 即是哪裡你不去 喂大哥 他家裡你怎麼能進去 應該很不潔 但這就是大家對殺該的看法 但是 妙是妙在哪裡呢 第八節 殺該站著對主說 殺該對耶穌的稱呼不同了 眾人都叫耶穌做夫子 老師 即是老師的意思 但是 殺該對他說什麼 主啊 我把所有一半級窮人 我若鵝詐了誰 就還他四倍 主啊 這個主就厲害了 這個主一出的時候 即是說 在殺該的生活中 耶穌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耶穌甚至不是一個聖經老師那麼簡單 甚至耶穌已經超越了先知的位分 他直接就稱呼他做主 即是說 其實在殺該的心中 他已經認定 耶穌就是那位的救主 耶穌就是那位要來的尼賽亞 所以既然尼賽亞已經來了 他一定要有些行動上的回應 這個回應 其實也看得出一個很大的悔改 在他裡面 因為 通常都是耶穌跟他說 你要做些什麼 你要做些什麼 是不是 那個少年官也是 少年官不問 耶穌也沒有跟他說 你要將你的一切變賣 分給窮人 然後來跟隨我 即是 不問就不會有這個出現 是不是 所以這個可能也告訴我們 祈禱也要小心 當你一問神 神就會回應你 但是有時神的回應 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是不是 但是殺該的案子很特別 他沒有問耶穌任何事情 而且他說殺該就站著對著主說 聖經沒有詳細交代這個什麼時間 但肯定就是耶穌去到他家的時候 又或者是 如果未去到他家 竟然在路上他就有這番說話 就更加 那個信心就更加不得了 可能他真的在樹上爬下來的時候 他已經說這番說話 他就說 主啊 我要把一切 把所有一半的給窮人 我要討欠了誰 就還他四倍 嘩 這個信心簡直是得人驚 因為 稅利長是一個貪錢的人 不貪錢就不會做稅利長 貪錢的人可以為主放下一半的身家 還要討欠了誰就還四倍 而且這句說話 不是耶穌要求他 吩咐他或者什麼 是他自己主動地去提出的 即是 come from nowhere 突然之間 他就有一個這樣的感動 然後他就主動地跟耶穌說 主啊 如果我要把我一半的身家分給窮人 我欺騙了誰 我討欠了誰 我就還四倍給他 所以你想想 耶穌怎麼會不感動 即是說 在這個矮仔的眼中 這位耶穌已經鐵定心腸 認定他是救主 而且把自己最深愛的錢財都獻上 給這位天國的君王 所以耶穌一聽的時候 他就說 今天救恩度了者家 因為他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人子來為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所以耶穌都大大稱讚 撒該的信心 他說他是阿伯拉罕的子孫 今天救恩臨到他的家 因為他真真正正的認識主 而且他把主放得比他最愛的錢財更大 他整個人生的次序 修正 修正到真是先神後人在大地 所以你看到 這個就是撒該的故事 在撒該的心中 耶穌比世界更加吸引 所以他才會主動提出 一個貪錢的人 覺得主比金錢更大 所以你看到他的生命徹底被翻轉 所以他得救 所以他甚至可以進入天國的裏面 在這個城裏面 其實反而這個撒該所蒙的福 比這些的民事、法利塞人更大 今天我們都要檢視我們的生命 究竟我們愛耶穌多些 還是愛世界多些 我們有沒有像這個矮仔撒該 這樣看耶穌給我們的金錢 給我們所愛的更大 耶穌的位置究竟在哪裡 撒該很明顯就顛到 他人生的次序 他一遇見耶穌的時候 他就修正 他就悔改 所以大蒙恩典 好,我們再看十一節到二十七節 眾人正在聽見這詩話的時候 耶穌因將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們以為神的國快要顯出 就另切一個比喻說 好,我們稍後再講個比喻內容 但是首一節很重要 他說,眾人正在聽見這詩話的時候 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 耶穌因為將近耶路撒冷 又因為他們以為神的國快要顯出 就另切一個比喻 為何耶穌跟撒該的對話 講一講的時候 突然間轉了一個題目 耶穌就突然間轉了要講一個比喻 這個比喻要講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當時人正在聽這句話 聽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聽耶穌說 人子來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就是聽耶穌稱讚這個殺該 在這個時候 耶穌就轉話題了 在這個時候 為何要轉話題呢? 也因為耶穌已經接近耶路撒冷 而且因為這些人以為 神的國快要顯出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這些人他們認為 神的國快要顯出 因為他們看到耶穌所行的神跡 耶穌所行的神跡 耶穌所有的教導 耶穌在這個時候 應該是祂 如果用熟世的眼光看 應該是祂服侍的接近最高峰 就是跟隨祂的人越來越多 然後百姓越來越尊重祂 神跡歧視一直累積到今天 你想想 被耶穌服侍過的 經歷過耶穌神跡的人 所以追隨祂的人越來越多 耶穌的名聲越來越大 群眾越來越多 而民事和法律賽人 越來越沒有他們的辦法 甚至耶穌已經公開 跟這些民事和法律賽人對壘 記得嗎? 我們讀路加福音讀到這裡的時候 前面已經有好幾次 耶穌公開挑戰這些民事和法律賽人 問到他們的嘴巴 甚至在安西日治病的時候 就問他們 安西日究竟是治病 可以嗎? 沒有人答得出 甚至也有一個場景 就是耶穌一說了一句話之後 連他的對壇都覺得慚愧 那句話就是 這個女人被撒旦捆綁了這麼多年 豈不應該在安西日裡解開她的騙什麼 這句話一說 連想敵對她的人都看顏無地之容 所以耶穌這個時候 已經接近祂服侍的最高峰 所有的人都擁大祂 所有的人都跟著祂 所以人們看到這樣的氣勢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天國將近了 快要顯出來了 不過他們以為的天國有些不一樣 他們所以為的天國 就是以為耶穌馬上很快要登基了 就是王袍加身 然後就稱帝了 耶穌一稱帝的時候 他們所想像的就是 以色列就要復國了 以色列就會成為一個萬世不倒的帝國 羅馬也不是他的手腳 你想想 眾人這樣想也很正常 耶穌已經越來越多人跟從了 然後看到耶穌的神跡 如果祂當王的話 不得了 論醫學 天下第一 因為祂一按手便康復了 大麻風也醫得好 從這個角度來想 你想想 如果這個國家有一個這樣的國王 這個國家的人民不會有病的了 大麻風也醫得好 黑眼也可以看到 鋸腿也可以走走 神跡這麼多 再來 這位耶穌甚至連死人都可以復活 你想想 祂當我們的國王 多麼不得了 你再退一步想想 其實這個國家一定是世上的超級霸主 因為國王有超能力 他可以叫死人復活 所以他的軍隊一定會打贏 因為他的軍人死了又復活 死了又復活 無限復活的軍隊你怎麼打 你想想 如果他這樣登基的話 這個國家是不是萬世不倒呢 所以他們在想 神的國快要顯出來了 他們就想了 當然了 當時的年代沒有了 如果是現在這個年代 我想這些群眾裡面 那些超能人的情節 會出來了 他們在無限想像 無限發揮 是耶穌作王 百得了 還不是統領天下 所以其實整個氣氛 就是向著這個方向走 當然了 耶穌也很清楚知道 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這麼關鍵的時候 耶穌要另設一個比喻 來講天國的事情 因為眾人都想到歪了 眾人在想的天國是 荷里滬式的 變種特工式的天國 不是耶穌要建造的天國 天國不是他們想像中的 當然了 這些人 在發揮這些無限想像的時候 他們當然心裡也會想 甚至他的門徒也開始爭論誰為大 大家都覺得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這位耶穌在登基作王的話 我就發達了 是不是? 以色列人就發達了 現在被羅馬政府抗爭 抗爭奮了這麼久 如果耶穌確實作王 建立一個這樣的角度 又有醫病 又有神職 又有性 現在撒哥也把他的一半身家 拿出來 其實要錢有錢 要人有人 要神職有神職 要能力有能力 如果是作王的話 那以色列人是否大翻身呢? 你说,罗马所有财富都会落在我们的手上了 他们自然就会这样想 就是说发达的时候就到了 所以所有的人想的东西都歪了,歪了 总之他们就觉得今次中大奖了 今次发了,无人能挡了 所以耶稣就要设另一个比喻 来讲这个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 耶稣的比喻是怎样的呢? 12节,我们来看这个比喻 他说,有一个贵咒往远方去,要得国回来 便叫了他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定银子 说,你们去做生意,值等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打法使者随后去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我们的王 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哪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 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定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记载最少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并管十座城市 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定银子已赚了五定 主人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又有一个来说,主啊,看啊,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 我把他包在手根里存着,我原事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你这恶博,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你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暂着的人说,夺过他者一定来 够那有十定的,他们说,主啊,他已经有十定了 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那些仇的,不要我作他们黄的 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 天国究竟是怎样的呢 天国不是这些众人所想像的 耶稣说,天国要来好像什么呢 天国没错是真的要来 但天国要来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呢 就好像一个贵族要往远方去德国再回来 就是说天国有两个阶段 一个就是这个贵族要远行 有一段时间见不到 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这个贵族就是德国 就是说天国来的时候,天国要来 但天国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这位天国的主会出去 但他来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贵族 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就以国王的身份回来 所以他一去再回来的时候,才是最拿命的 才是最荣耀的高峰 这是第一个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 让我们看见 还有天国要来的时候,本地的人拒绝他 所以这个贵族一出去的时候 本国的人就恨他,就打法事 随后就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作爱王 天国会被自己的人民拒绝 首先,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当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但天国之主临走的时候,就将他的十个仆人 每人给他一定银他 这段我们也很熟悉了 然后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就叫这些仆人交仗 他只是举了三个人做例子 其实总共有十个仆人 十是一个完美的数字 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所有的人 就是说,天国再回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要交仗 跟众人所想的很不一样 众人就觉得,天过来是我们发达的时候 但是耶稣说,不是 天过来是人交仗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想着发达 但是其实神是说,当天过来的时候 你要交仗,你发什么达 你经常在想着,究竟是什么呢? 天国这个国君临走之前 将东西,将资源交到你的手里 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就是交仗的时候 所以不要开心得太早 不要以为天过来,你可以得着什么 而问题就是,在这段时间 其实是我们付出的时候 是我们摆上的时候 因为天国的家主再回来的时候 这个国王回来的时候 就是交仗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银赚了十定的 主人就称赚他了 他说你是良善的那部人 就是good servant 忠心,良善的 但是,下面那句就真的很奇怪 他说,你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 所以有权并可以管十座城 所以原来天国是什么呢? 天国比我们想象中更大 十定银变成十座城 是吧? 而且,其实这个来回报的 一定银变成十定银 有十倍的增长 这一个人是中博人当中 最厉害的那一位 最厉害的那一位 但是家主说什么? 他说,你在最小的事情上有忠心 原来这是最小的事 所以有权并可以管十座城 所以天国的规模 那个落差 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放下一些东西给我们手上 我们可以让他成长十倍 是不是已经开香槟了? 但是一定银变十定银 已经很厉害了 但是十定银在天上的时候 那时候的掌上是十座城 那你想想 等于是一定银就换一座城 一定银可不可能换一座城呢? 一座城里面有多少定银呢? 那大家就可以知道 天国的规模原来是这样的 当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 在天上会放大很多倍 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摆上 所以如果我们摆上的 哪怕只是致微小的 但是到了天国临到的时候 那个reward的掌上 是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 当然同样 这个故事发展下去 有人就把他埋在地上 收起来 就拿出来给天国之主 所以天国之主就责备他 你是一个恶的仆人 所以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中的要收取 不是我的都要拿 就是说天国一定要有回报 当天国之主再回来的时候 人一定要交账 不能不交账 所以你怎么都要回应 到时候没有回应的是什么呢? 其实到时候没有回应的 不能够回应天国的 就好像那些天国的敌人一样 就是那些拒绝天国之主的人一样 主人说要把他们拉出来杀了 还有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呢? 有的还要再加给他 所以他就夺过那些银子来 要交给那个有十顶 大家都说他已经有十顶了 为什么还给他? 为什么不给其他人? 当然天国就是这样 对不对? 就好像老板一样 哪个部门最赚钱 那怎么办? 当然给他多些预算 哪个部门不赚钱 那怎么办? 就要断赚钱 炒到部门 是不是? 一样而已 所以天国是怎样的呢? 天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交仗 天国是必须要回应的 必须要交仗的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 我们要明白 我们要看天国的态度 不是想着不努而祸 天国来的时候 我们就无端端就发达了 为什么耶稣要设置这个比喻呢? 因为其实耶稣要让以色列人 也要让今天的我们明白 没错 救恩是八百的 当我们信主那一刻 我们就得救 不至于落地獄 不过天国是努力尽去的 所以其实这里有一个平衡 得救是一件事 得天国是另外一件事 得救是一件事 得不得掌赏 又是另外一件事 原来天国的法则是可以发到这么大 所以如果你得救 然后你又努力 为天国努力摆上的时候 到这个天国显现的时候 full glory显现的时候 你所得着的 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计算 是不是? 因为一定银变十定银 十定银变十座城 那个倍数都已经 可能真的要找会计师计算 究竟一座城值多少定银 这个就是天国的法则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摆上 我们就是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 到时候天国之主 天国full glory显现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 就是只有责备 是一座城都没有 没有掌赏 当然他也是一个仆人 起码都进去这个家主的家里面 不至于失落 是得救的 但是没有掌赏 但是我们为天国摆上的 那个掌赏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再看二十八节到最后 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 就将这个比喻插入来 接着我们看二十八节 耶稣说完了者说 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百发奇和百大尼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鸟雷 就打发两个门徒说 你们要往对面穿梨去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奴区存在哪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牵来 若有人问为什么解他 你们就说主要用他 打发去的人 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解奴区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说 解奴区做什么 他们说主要用他 他们就牵到耶稣哪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着耶稣骑上 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 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象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说 奉主命来的事应当清重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有几个法力塞人 对耶稣说 呼致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耶稣说完这个比喻之后 告诉他们天国究竟是怎样的 接着他就继续去耶路撒冷的方向 因为其实从耶利哥下一站 就一直向上 就会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走 然后他因为从耶利哥上来 接近死海那边的方向上来的时候 他们要进耶路撒冷之前 就会经过橄榄山 所以耶稣就去到橄榄山这个地方 然后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 叫他在对面村 对面村应该就在山下 就带着奴驱上来给耶稣骑 其实耶稣从来都很少会骑奴 当时的人 骑身口的人是比较尊贵一点 因为大家都只是用脚走路 以此也有一个习俗 就是新王登基的时候 都会骑奴 来接受大家的拥戴和祝福 所以这个动作 门徒应该更加兴奋 哇 夫子骑奴 就是要进耶路撒冷 所以欢声雷动 结果当然这里当中 就是一个小插曲 也是一个神迹 就是他走去牵的那只奴来的时候 那只奴是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 主人问的时候 这个答案也很骑奴 就是那只奴的主人问 为什么要拿那只奴 主要用它 就好像一个密码 就是阿虫介绍我来的 于是乎就拿去 就完全没有拦阻 那只奴驱就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骑上去之后 大家就是一见这样的景象 因为那帮人其实应该是一路跟着耶稣 从耶利哥城一路上到橄榄山 所以一见到耶稣骑上路的时候 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的 他们心里已经在想着神的国要降临 又看到杀该的悔改 所以那个欢呼声就更加得人害怕 他们就将衣服在地上 放下橄榄枝 就欢呼了 门徒带头就欢呼了 就是奉主命来的 是应当清重的 其实这个是旧约的预言 就是利赛来的时候 必有这样的景象 所以耶稣其实行这一件事 也都是要应验旧约里面的预言 所有指着耶稣的预言 一句都不能落空 所以这个场面 这么圣诞的场面出现 法利赛人就说 你叫他们闭嘴 乱喊 其实是法利赛人受不了 法利赛人之所以叫他们 扎给门徒的时候 就是说 不要叫他们再乱喊 但是这一句说话 不是寻常人可以配得的 这一句说话是欢呼利赛下的声音 所以你不要再叫你的门徒乱喊 就是没有规与没有举 离了大谱 法利赛人心里面所想的就是这样 但是耶稣就回答 如果他们不欢呼这句说话 石头都要开口 因为指着利赛下的经文 全部都要应验 所以耶稣荣耀进经的时候 必须要有这样的欢呼声音 来到他响起 这样他才能够成就利赛一切的预言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好了 41节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成 就为他哀哭说 巴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乎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 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捉起土女 四围围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素灭你和女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耶稣已经快到耶路撒冷 其实从橄榄山到耶路撒冷 从金门而入的话 不是太远的路程 今天我们 大以色列团的时候 常常都会在橄榄山走下去 大概都是我们这样慢慢走 周围望一下 大概都是半个钟点 半个钟九个字 应该都不用九个字 走得快 十五分钟都可能滚了下山 都已经去到对面可以入城 所以其实不是一段很长的路 很短的路 耶稣就快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大概在山腰那里左近 他就突然之间哀哭 其实整个场面是很不够的 在这个时候耶稣突然哭起上来 悲从中来 因为那条路一直下去的时候 你一直看着耶路撒冷 当然当时看着的耶路撒冷 跟今天不一样 因为当时所看着的耶路撒冷 金门是打开的 上面是有圣殿 第二座圣殿的烟不停地向上升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 一看到这个境况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哀哭起来 因为他看到的是耶路撒冷的将来 耶路撒冷要受审判 所以他就说 耶路撒冷将来 连一架石头都不能留在石头之上 所指的就是圣殿 当时的圣殿还被希律王重建之后 非常之飞煌 用了60年的时间建造 所以你想想 当时的圣殿这么飞煌 但耶稣所看见的是将来的荒凉 一块石头都不能留在原本的石头上 整个圣殿会被移为平地 所有的祭祀全部紫色 今天你所见到一切的风光将会不在 成为一个荒场一样 甚至没有人在上面行走 这个就是耶稣所看见的景象 所以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就说耶路撒冷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什么是不知道你眷顾你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因为指导 耶路撒冷的众人拒绝救主 拒绝救恩 拒绝了神所差利的利塞亚 所以审判荒凉的事情临到 当然这个审判荒凉过后 一定会有复兴回来 这是神的恩典 但是很可惜很悲哀的就是 神要眷顾他 神要施行救恩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拒绝耶稣 所以圣殿将要被毁 但是最吊诡的是什么呢 圣殿有两次被毁 两次的被毁都是同月同日 所以以色列人其实见到这个景象 心里应该无管都应该动起 神肯定是要对他们说话 所以耶稣见到的是一个将来的景象 所以他情不自禁就哭起上来 45节 耶稣尽了殿 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 经上说 我的殿边作 土高的殿 你们倒是他成为贼窝了 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 祭司长、民事与 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 但尋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质疑听他 所以耶稣就这样 荣耀地进入了耶路撒冷 然后去到圣殿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圣殿 在圣殿里做洁净的工作 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 然后宣告 神的殿要成为祷告的殿 不要让他成为一个拆窝 做买卖的地方 他去洁净圣殿 这个也是尼采亚要做的事情 再一次恢复真实的敬拜 真实的显制 耶稣就在那里天天地教训众人 但是你看到 祭司长、民事和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 其实想拥戴耶稣的人越来越多 但是想杀耶稣的人也越来越多 之前只有祭司长、民事 现在连百姓的尊长 所有权贵都想杀耶稣 这个拉力已经越来越大 就是天国和地上的争战 就已经要进入白热化当中 只不过现在这些民事、祭司长 找不到一个方法 因为众人也越来越勇大耶稣 所以这个张力是越来越强的 今天我想我们都要去提醒自己 就是天国和世界的张力会越来越强 究竟我们站在一个什么的位置 天国要来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是怎样呢 当知道天国要来的时候 人人都要杀杖 天国要来是得荣耀的时候 但是亦都是杀杖的时候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体见 以至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一样 是真的可以在主的面前 杀杖的那一批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坏道珠寶座千 尊重赞美他 我每夫妇欺落 我都心必见智 你是曾祖主 你是曾经教 你都熟悉 最低的一生 你是福星照 你是我的牧师人的奴 耶稣我光光 我策畏你 我夫妻欺落 请送我的望 高兴崇药 欢唱 哈利路亚 来到主宝座千 尊重赞美他 我没有福利落 在高生的连续 你是从初出 你是很拯救 你教售我 你是主 最低的一生 你是福星照 你是我的牧师人的奴 耶稣我光光 我策畏你 我责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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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我的望 高兴崇药 欢唱 哈利路亚 来到主宝座千 主宝座千 看 我满风 在流 来到生命连续 我责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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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真正救 你已救售我 你是一处 最低的一生 但你是福星圈 你是我们牧师人的奴 耶稣我光光 我责任你 耶稣我光光 我责任你 耶稣我光光 我责任你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祝主我们 感谢赞美你 知道你来到的时候 是一个谦卑的阳色 主也要帮助我们 来到你的里面 赴你的厄 学你的阳色 主就是取我们一切的自告 让我们心里面 都是要有一份 好像你一样的公义 圣经在当中 圣经在当中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圣经在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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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会陷进 拥抱你为我 荣耀都关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大人掌心这里 阿萨纳归于 几个圣主耶稣 圣前耶稣 宝座在这里 阿萨纳归于 主要你荣耀在这里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会陷进 拥抱你为我 荣耀都关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大人掌心这里 阿萨纳归于 至高生主耶稣 君王就在这里 我们会陷进 你拥抱你为我 拥抱你为我 荣耀都关于你 君王就在这里 大人掌心这里 你拥抱你为我 四该拥抱你为我 的大人掌心这里 你拥抱你为我 你被我拥抱你 成真的 我拥抱你为我 的那些学生不为我 我被你拥抱你 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 直到哪日我再见你的 更多更多来歌曲你的名 更多更多来呼唤你的名 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 直到哪日我再见你的名 军王就在这里我们谎言写起 拥抱你为我拥抱都会与你 军王就在这里把冷藏牵着地 和撒那归宇是高神主耶稣 军王就在这里我们谎言写起 勇敢的为我拥抱都会与你 军王就在这里把冷藏牵着地 和撒那归宇是高神主耶稣 更多更多更多来歌曲你的名 更多更多更多来呼唤你的名 更多更多来承认你是主 更多更多的更多更多的更多更多 更多更多来歌曲你的名 更多更多更多 更多更多来呼唤你的名 你就是我们的心目 跟我们要再见你的名 直到那日我随着你的名 军王就在这里我们怀了险阱 勇敢的为我拥抱都会与你 军王就在这里 军王就在这里把冷藏牵着地 和撒那归宇是高神主耶稣 军王就在这里我们怀了险阱 勇敢的为我拥抱都会与你 勇敢的为我拥抱都会与你 荣耀都会与你 荣耀都会与你 军王就在这里 军王就在这里 大能潮险着地 和撒那归宇是高神主耶稣 祝你多谢赞美你 祝你就是离塞亚 祝你就是曾经围住我们 来到这个世上的离塞亚 耶稣基督 祝我们先来到你的面前 祝我们要来感恩赞美你 祝你就是愿意来到这个世上 并且尋找所有失丧的人的过日位 祝你就是那个人指你 为要尋找拯救失丧的人的过日位 祝我们多谢你 祝因为过往你如何尋找失丧的杀该 今天同样我们今天来到你的电影里面 就因为你也曾经来尋找我们 等着每月我们一起来 先来开声赞美我们的身 过往我们都和赛哥一样 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罪污 我们其实很微小 甚至是人生厌的 但是耶稣仍然来到我们的面前 主动地来尋找我们 主动地来到我们的面前 主动地说 很想进到我们的家人里面 我们先来开声 为着神亲自地来尋找我们 为着我们已经得着这份救恩 我们可以将感恩献上给我们的神 祝你就是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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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就是 Nós 祝我們晚餐 祝我们晚餐 祝我们晚餐 神来你就将这份极大的恩典 救恩都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我们多谢赞美你 主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恩 我们每一个都是白白领受你恩典的人 主我们再一次将重赞归给你 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基的名以求 Amen 领节目请坐 今天神透过路加福音十九章 交人给十个仆人的比喻里面 再一次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虽然这一刻好像暂时离开了我们 但是耶稣终有一天要再回来 就是神的国要显明的日子 但是当神的国再来到的时候 今天阿迪罗牧师都很清楚告诉我们 天国来到的时候 也是我们交将的时候 天国来到的时候 也是我们交将的时候 第一个的仆人 主人的回答十七节 他说好 亮仙的仆人 你记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并管十座星 你记在小事 最小的事上中心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银子 这个一定的银子就是我们给我们的恩赐财干 神是很公平的 每一个人都一样有一定的银子 只要我们在小事上中心 神说就要将更大的权并给我们 神就要让我们得掌赏 今天神给了我们什么的恩赐呢 神给了我们什么的菜干呢 这一刻我们都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不需要和旁边的人来到他比较 我们也不需要觉得 哇 我很微笑 因为神说 我都给了一定银子来 你的一定银子是什么呢 可能神给我们的是 可以去关顾人 去怜悯人 可能神给你的恩赐 是在行政的事上面 可能神给你的 是敬拜的恩赐 可能神给你的 是关顾一些弱势的年长的 当我们去思想神给我们的鬼一份的时候 你们都可以用祷告 求神帮助你 从祂以来的信心 我怎样可以让我这一定的银子 发挥出来 发挥到最大呢 我们都牵挥在神的面前 求神给我们 有这个动力 有这个勇气 有这个信心 有这份智慧 好好使用神给我们的这一定银子 这广内的消息 我看到他在来的信心 他们都可以用祈祝 都是用神的 带来的信心 不信心 根本来是神的 这种地转的 我们也可以更深地去想 有什么难阻止我们不能够去服侍神 天国和世界不停地拉扯 在我们生命里面 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拉扯着 我们不能够起来好好用我们的恩赐 才干你服侍神 是什么这一刻最拦住你呢 是我们的家庭 是我们的经济 是我们的心思战场 是我们的配偶 是我们自己一些的惰性懒惰 是我们一些的恶杂 是我们不能分配时间 还是我们仍然有一些东西 不愿意放大 愿意仍然的执着住呢 我们都在祷告的里面 都将一切拦住我们 不能够起来服侍神 回应神的 我们都再一次交托在神的手里面 求神来帮助我们 似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我吐过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画面 神的大宝座在前面 一条长长的龙排队 一个一个信主的人 来到神的面前 神就将该德的奖赏 给不同每一个的人 我看到有 拿着很多很多很多的奖赏的人 很开心很开心的 离开神的寶座的前面 有的人当他拿得很少的时候 心里面就怨色 坦色 但是我听到神话 在我的国的里面 我的奖赏是丰富的 是丰盛的 我听到神和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说 一个永恒的眼光 一个永恒的眼光 我今天要将一个永恒的眼光 要赏赐给我们每一个 新的弟兄姊妹 我听到从神以来 祂说 要投放你所有的 投放你最宝贵的 在神的国度里面 因为神要将极大极大的掌赏 要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一个永恒的掌赏 要放在你的里面 祝我奉耶稣基督个命 我求你打开我们每个新的弟兄姊妹的眼睛 主要好样都让他们看到这一个图画 让他们不单单定征在今世的上面 还有不单单让他们的时间 精力放在今世的一切的努力的上面 主要你让我们的眼目定征在熟灵的上面 定征在永恒的上面 奉耶稣基督个命 还有求你亲自的你加能赐力给我们 给我们有信心 给我们有从你而来那份的勇气 还有让我们能够踏出第一步 将我们所有的一定的仁值 我们要发挥出来 并且神祢祝福我们是多而有多的 还有愿你亲自的你 祝福我们每一个新的弟兄姊妹 还有我们不单单要做一个 紧紧得救的基督徒 还有我们更加要做一个 能够在你的面前得着掌赏的基督徒 还有我就求你亲自的你 帮助我们每一个 兴起我们 在你神的国度里面有份 在你的国度里面 还有我们都要摆上我们自己微小的一份 还有摆上这个微小一份的时候 神啊你就要奖赏我们 还有你就要来到他恩高我们 称赞我们 抬举我们 还有我们多谢赞美你 愿你亲自的你 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个命以求 天国是怎样的呢 路加福音十九章 二十六节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奪过来 这个就是天国 凡有的还要再加增 凡有的要倍增再倍增 而且那个倍增是超过我们所想 从一定银到十定银 从十定银变成十座城 这个是天国的法则 凡有的还要再加增 但是没有的连紧有的都要奪去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天国的法则 我们就没办法得着天国 没办法得着天国之主 要给我们将来的奖赏 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 都是打开的 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那位量善中心的仆人 量善的仆人 我们在最小的事情上有中心 我们为我们的主拜上 我们行神要我们所走的道路 有一天天国临到的时候 我们要进入这个欢乐 奖赏当中 愿神来帮助我们 主要求你的圣灵 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主要你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 主要你让我们的心调整过来 主要你让我们一生快跑的 来到跟随你 主要我们要进入天国的当中 主要我们要对天国回应 不要做那个不回应的人 主要我们要好像杀该回应天国一样 我们要好像门徒回应天国一样 主要但愿我们每一个都能够这样 将你放在我们人生的第一位 让我们来到去跟从你 让我们来到为天国来到去摆上 让我们每一个都成为那个良善的仆人 在天国的事情上有中心 主要以至你的心欢喜 你里面快乐 你以我们为你良善的仆人 主要求你将一个这样的体见心智 放在我们各人的心里面 让身锐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 都成为你的门徒 都成为跟从你奔走天国的人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神讨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